因为疫情推迟了一年的东京奥运会7月23号开幕 本届东京奥运会的圣火 首次采用氢气为燃料 设计上以太阳为主题 火炬在开幕式上点燃后 转移到东京湾区域 让民众可以近距离感受奥运氛围 设置在孟治大桥的圣火台 整体高3.7米 直径约5米 大小是开幕式圣火台的三分之一 外观完全相同 由日本设计师佐藤大先生设计 象征太阳普照万物 花儿绽放 人们得到生命力与希望 远远望去 圣火台仿护花儿绽放在天际 安静祥和 熊熊的火焰如红色宝石 给人以活力 希望和力量 成功能够合适合 东京奥运圣火台首次以氢气为燃料 燃烧过程中不产生导致温室相应的二氧化碳 环保节能 开创了奥运史上鲜河 氢气燃烧时无色透明 于钛酸钠发生颜色反应 形成自然火焰颜色 东奥圣火台所使用的高压氢为辅导生产 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 契奥运契机推动化石燃料 向脱炭能源转换 因为疫情关系 不开放近距离观看 但仍吸引了很多游人 前来拍照合影 留下关于奥运的美好回忆